谢谢啊 没事 小枫啊 特别行动科那帮人又来了 又来干什么呀 他们把陈大夫和李大夫押到会议室去了 李大夫 今天医院出事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我一直在病房查床 陈大夫 那你呢 我在门诊给病人看病 这个人你们见过吗 没有 没有 你除了给病人看病之外 还做了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去换药室给陈户市还钱 刚好在换药室遇到了一个日本女人 她那个心绿不形 脉搏跳得很快 我就给她看看 你说的陈户市 是陈小枫吗 是 你们两个给我进去看一看 里面的那两个大夫 你们有没有见过 是 哪里的医生护士进去的太多 我实在记不清楚了 你好好进去看看 这里面有没有在医院现场出现的人 我当时还没有接班 行了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你真看见 陆小凤和那个日本女人在一起了 你对你说的话 可要负责任 是 天雄 咱们先回去 小野在等着我们的汇报 来 喝一碗 来 喝一碗 这架是跟木鹰似的 这 这要没事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还真得好好地教练教练 这能喝酒的姑娘都不是闹哨 你老头 你行吗 我 我这 老吗 你这头发和胡子都白成这样了 还说自己年轻呢 这不 我 我心太年轻了 哎 仔细一看啊 别说你这皮肤还真挺好的 不像六十多岁的人 嘿嘿嘿嘿嘿 哎 小二 再给我来壶酒 别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别去啊 这不是你们都全身而退 咱们多两种庆祝庆祝 喝多了 耽误事 别喝了 就我这酒量 没个半斤八两的 根本就灌不倒我 你就别吹了 好好吃饭 还得赶路呢 赶什么路啊 咱们今天走不了 没票了 不得明天走吧 照你那么说 要喝到天亮啊 没机会吃饭了 够你忙活了 看到车了吗 怎么了 不就一辆车吗 没看到上面人没下来 我得去 把他们引开 你去 你不怕 你不怕他们把你认出来 那你去吧 反正也没人认识你 就我一人啊 我怎么拜托他们 这就看你本事呢 然后呢 然后我们到森林旅馆 就会喝 不是你没疯吧 那森林旅馆 不是被人监视了吗 人家跟踪的是 刘连连 不是某一栋房子 没错 这叫回马枪 行了吧你 别啰嗦了 赶紧去吧 怎么就一个人 还是个鲁头 小二 算账 妹妹 就稍微 宣布 spectral 我可真不敢再接待你们了 五刀弄枪怪吓人的 这楼上的玻璃都给你们砸碎了 这钱赔你的玻璃够吗 够够够够够 没想到你们出售这么阔钱 还有一间屋子 没错 再多给我们找两床被子 那我这生意做得可不亏 我这给你的双倍价钱 你觉得行吗 行行行 你们说了算 好好好 伯良 咱们的车呢 这门口停着呢 把车藏起来 为什么呀 咱们的车有问题 左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走到哪儿 他们跟到哪儿 这是为什么 这车肯定有问题 我们不是已经把车牌给换了吗 也许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换车牌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 咱们这车来得也太容易了 那这车我们是没法用了 错了 我倒是认为 咱们应该充分利用这辆车 摆脱他们的跟踪 明白了 我现在就把这辆车藏起来 找我还有什么事 白天在医院 我没来得及一本阿燕 我让他调查 这姑娘的事怎么样了 不是 我倒是看见阿燕打电话来着 她说好像 也没问出什么东西来 你怀疑这小姑娘 干嘛呀 一神一鬼的 你小丫头骗咱们 但没那么深的城府 左先生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啊 坐 问吧 左先生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就是陆天红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只是他一个朋友 那你知不知道 我父亲到底是干嘛的 这你应该比我清楚 不是杂货铺的老板吗 他会不会 和抗日组织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或者是国民党的人啊 这个问题 我还没想明白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 父亲给我添置了一件夹袄 而且主妇 一定要穿在身上 夹袄 这个天啊 你穿身上 嗯 你穿了吗 穿着呢 拖下来 把夹袄给我看看 好 你等一会儿啊 真的 里面换衣服啊 你干嘛呀 女孩子换衣服你又干嘛 不是 你把我想的也太吓错了吧 我不是怕他出事吗 出什么事 我在这呢 就是这件夹啊 来 来 坐 对 坐好 看 你儿子 Level Roll 个 自己 上 我 不是 就是 我 老ими 真了 什么弄点